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第一勇》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藍白兩黨聯手提出的國會擴權法案 三讀通過囉 所以近階林明創立彈 我聽到很多公務員寫簡訊給我 他說 我們公務員要怎麼做 所以很多公務員現在他們私底下都在談 要反國民黨 為什麼國民黨通過這個法案 太不尊重他們了 立法委員常常亂問一通 然後亂問一通還要處罰人家 所以我跟他們講 沒辦法奧農妻主 惡奴妻主 就是這樣子 所以立法委員說得難聽 他們的病院三到六千八個字可以形容他們的水準 所以現在人家說 現在最差的行業 最不受尊重的行業叫做立法委員 我真不好意思 我剛才發作 我怎麼生活夠衰 在座要還有一個 總理上一直笑 你看 不過也不能這麼講 其實好的立委還是很多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的行政院 可能也應該會提出副議案 不過藍白好像得了便宜 還賣得乖 趁著這個空窗期 還要再推出廢除監察院 這個我贊成 講實在話 這個我贊成 不過他們還要再成立在野黨的特徵組 這個我反對 因為這個侵害了司法權 不過現在的立法院 好像不斷膨脹的憲政怪獸 要廢除監察院 連國民黨自己都反對 要成立特徵組 民眾黨反對 所以現在他們內部的矛盾是不是已經出現了呢 不過我們看到了你要擴權 你就罷了 就怕立委變成了薪水小偷 很多立委真的是薪水小偷 韓國瑜就是其中一個 他在當立委的時候 曾經整個會集 連一次會都沒去開 這種人可以當立法院長 這種薪水小偷 他曾經是 我們看到了現在的徐曉新被人吃雞 戴棉被進議場 我立委我不是不敢做 我第一次看下去 然後還直播坦承自己剛剛在睡覺 司令法院冷氣開太強是不是 不然為什麼要戴棉被呢 不過徐曉新來好意思說 他是抗爭的是民進黨的立委 因為他說民進黨立委是薪水小偷 哇 做菜還發兩菜 這到底有道理嗎 人民眼睛不會看不見 不過看到了面對立法院 這些日子以來的 這一些亂象 有公民團體計畫要發動 罷免區域立委 所以黃國昌都在睡 因為黃國昌是不分區立委 你無從罷免我 所以黃國昌說怎麼樣 怎麼樣 你不能罷免我了 怎麼樣 喔 國民氣得要死 不過區域立委揣著蛋 那國民黨也蠻有趣的 他們說你要罷免國民黨立委 罷免一個我就罷免你 民進黨五個 哇 那就罷免來罷免去 我也贊成 為什麼 那乾脆全面性的來進行罷免 全面性的進行罷免 然後再全面性的來進行補選 不就等於大選嗎 跟解散國會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乾脆全面性的 每一個人都罷免 大家全部重來 好不好 那這樣子都等於是國會解散 重選 讓民意來決定 這樣也不錯 不過可不可能成行呢 不知道 這些議題值得大家來探討 我們今天要聽聽來賓們的意見 這蠻有趣的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二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莊惠雄 順雄 好的立委 跟大家請安 大家好 好的立委 你是很認真的立委 你不是薪水小偷立委 這我可以證明 再來我們的政治學教授 范士平 士平 大家好 我們臺北市議員 洪建議 建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自身的媒體員 陳同好 董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余媒媒 媒媒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的臺北市議員 劉采輝 采輝 董哥好 大家好 真的 立法委的形象很壞 議員的形象還比立委好 這實在是 奇怪 為什麼變這樣子 不過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立委 又開始鬧了一些笑話 國情報告 復婚期改口 你不是為了這個擴權 然後寧願打架 寧願不給人家講話 也非要過不可 結果過了以後說 耐靜德 你只要來立法院 不回答也尊重你 那你為什麼要強迫過這個法律 你強迫過這個法律 最後說 哎呀 不回答也尊重也可以 這在講什麼呢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通過這個法律呢 我怎麼想 想不通 來看個相關報導 國民黨團 常行通過立院職權新司法 一再要求總統定期來國情報告 回答立委詢問 不過黨團總長復婚期突然喊話 賴清德來的話 不答許也尊重 引發黨內內討 一定要打啦 而且我們剛修完這麼辛苦 這個法律或實施的話 怎麼可以不要打呢 這個我個人是沒有辦法接受 副總長應該是在昨天建卓榮太的時候 表達禮貌性的一個說法 而這樣的說法跟黨團 當初所設想的是不太一樣 所以這也沒經過黨團大會的 這樣來共同來做一個討論 賴總統應該持更寬廣的心情 不管你現在能夠儘快在實施之前 儘快來立法院 我們誠摯的歡迎 那實施以後 當然要照國家的通過的這些法典 依法來進行 這表示他自己證明 他所謂的這種條文的寫法 是違憲的 自證有罪嘛 趕快先期投降嘛 如果現在亂轉說 那你現在趕快來 又不是 你叫總統來就總統來 你當作兒戲的 國會擴權法案 綠營準備了行政院覆議 市縣等招數反制 復婚期來拋要廢掉監察院 一樣受到黨內質疑 國民黨上來在我們的黨綱裡面 第一條其實就是五權分立 如何調整還涉及到修憲的問題 所以黨內也好 包括人民也好 我覺得要有更多凝聚想辦法 凝聚社會跟黨內的共識 光電 綠電 風電 快篩 疫苗所有的弊案 監察院沒有一件能夠破案 我們用各種方式 第一個有可能修憲 第二個預算 第三個人事同意權 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 讓這個肥貓院能夠 真正不要再浪費民資民稿 廢掉監察院的訴求 藍營過去也有人提出 但都遭遇內部強烈阻力後 無疾而終 這一回傅昆奇也開這個戰場 還沒跟綠營對決之前 先引爆內訌 看一下 為了要讓總統到立法院 來疾問疾答來報告 所以國民黨寧可違背民意 違背憲法 寧可違憲也一定要通過這個法律 就通過了以後 傅昆奇竟然改口說 哎呀 賴清德不回答 不急需回答 也尊重 也可以 我再問一遍 那這樣子 你為什麼一定要通過這個法律 顯然你這個傅昆奇通過這個法律 你是要製造紛亂 所以現在引起國民黨內部不滿 當然民進黨更不滿 看看 柯建民批你邏輯錯亂 然後南軍的立委楊瓊英 徐曉信等等 對傅昆奇的說法表達不滿 我們每次拚到四個人 笑話 打得這樣 打得這樣 打得不合 賴清德只要來就好了 不急需回答也尊重 所以楊瓊英說 如果賴總統只說不答 那跟他再做一次就此言說 有什麼不一樣 柯志仁說這部分黨團沒共識 傅昆奇個人看法 徐曉信說 因主張以修正案中的 即時回答 即時回答 因為立法院不是總統的秀場 問題是你們的總召變來變去 所以我們看到自由時報 他說又變了 原來稱尊重耐清德 你不可以 你不願意繼續回答 怎麼樣都尊重 只要你來就好了 傅昆奇說修法公布過國情報告 依新規定 又改了 所以傅昆奇奇怪 你為什麼變來變去呢 然後接下來傅昆奇還有一個變來變去 也引起黨內的反彈 傅昆奇稱善用四線空窗期大搞一番 要用這個空窗期大搞一番 因為這句話表示什麼 他知道四線一定 你的法律一定是違憲 所以他要利用四線 那違憲了以後 當然就不能再用 然後在違憲之前的空窗期大搞一番 所以柯振明說 你自己去證明 這是違憲的法律 既然是違憲的法律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譬如說他要成立在野特徵組 馬上破功 柯文哲不答應 藍白再推廢監察院三權分立 柯文哲譬說你擴權了楊蒙 不過我倒是贊成廢族監察院 講實在話 結果傅君致說 一定要廢除監察院 結果國民黨黨中央打臉說 五權分立是國民黨長期的主張 前藍營高層也嗆說 先來黨代表大會談一談 你在說什麼 這個是張亞平 張亞平平凍凍的嘛 蠻有趣的 現在傅君致 他叫他很大 現在國民黨內部 我所聽到的消息是 因為這一次 引起了這麼大的反彈 其實國民黨內部 有在檢討說 內部尤其地方議員更是反彈 因為他們馬上要面對地方選舉 人民會處罰國民黨 地方選舉會變成被處罰的對象 所以這麼一搞 所以現在國民黨內部在檢討說 傅君致安內部 還是國民黨的 所以其實這兩個為什麼反對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我是一直跟國民黨打破了 尤其做總召貨 現在多少錢你知道嗎 在立法院裡面 他只要哭死了 一吹下去之後 好 蝦兵蝦醬都總來 要什麼方法去握手 全部都總贏了 涉及到跟憲法有關的 就是說這個社會到底有沒有共識 這個就非常重要 在立法院你哭到大家跟民眾黨就哭 去打破之後 他現在也跟他說 來就好啦 這叫做生命 我們柯總召是跟他說 你這個叫做邏輯錯亂 當然是邏輯錯亂 連國民黨的講法是比較含蓄而已 國民黨的講法其實也是在講說 傅君致的本身就是邏輯錯亂 新的法令他拼到要死 大家在立法院 你生也現在不看過要通過一個法論 說這樣來超過10萬人 在那裡把你拼一拼 剛才只有這次 現在一個通過之後 國民黨人想的是說 你沒辦法 你就不用照我們 幫你沖這個法律沖過 沖到一些年輕人 把你拼一拼以後 零床選舉不知道還有少年票嗎 現在是我聽到中南部人 我講坦白話 台北市的比較少 中南部的地方議會的議員 國民黨的 大家都在罵 我們是怎麼算 副君致我們是怎麼算 所以社會終究會變得比較平靜 這個法律其實通過完以後 行政院你就10天裡面看要不要提副議 我相信行政院會提副議 提副議 人員比較多 人員比較多後 當然副議不會過 不會過 維持原案 總統尾也就公告 公告之後法律就已經通過了 通過當然接下來一定會釋憲 憲法 政修條文第四條第三條 第三條 就說得很清楚了 總統 你說立法委員可以聽 得聽取總統報告 例如說你想要聽總統 來做國情報告 說可以 然後你就誣獄 你就開始說 政修條文有這個 我立法委員得聽取總統的 你就開始修法 修到最後全部都強制 你就定期 議員會請報告要來 三萬三位請 你就要來報告 新上任的總統 抱歉 你這樣一個月來 你就要快來 立法委員做國情報告 就是說 跟憲法的規定就是說 越來越 你覺得我來規定不是這樣 要來立法委員會用 要來喔 我就規定你來 怎麼怎麼怎麼 全部都聽我立法委員 這個就社會會認為是有點過分 不怪你立法委員 形象現在是最差的職業 不太衰 其實就不會罵 不能說全部你知道嗎 因為那小A到那會變小B 本來一個人 狂狂狂狂的 然後變兩個小子 小子到那裡 所有的人 形象都變差 為什麼大家要表示國會 就很簡單啊 郭文綺現在說這麼多 你知道嗎 他講過 他要想像的說 哼 他沒有意識到後面 國民黨會有這麼大的反彈 他的想法本來就是想說 我們這樣就好了 我們這樣多大 你知道嗎 多青 你知道嗎 叫總統來 他就要來 他就要聽我們 再來 撒嬌一撒說 好啦 做認證給你啦 來 說一說以後 要回答不回答 你怎麼有事 你跟著伯伯要走 都沒關係 國民黨也 全部都很尊重你 我副君子尊重啦 我副君子我中招 結果不知道他講什麼 那個國民黨 都被嚇壞了你知道嗎 這個法律 通過以後 來抗議的年輕朋友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夫君子在爭取了嗎 你不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都在爭取了嗎 你反對他就覺得 你就不用反對 他就沒去 共濟你來 法律就是在訂參考用的啦 法律參考用的 法律如果是變成參考用的 會變成怎麼樣 人民對法律 失去了尊重跟信心 這個國家會崩潰 因為國家靠的就是法律制度 所以我們才是一個 民主法治的國家 治是治理的治 而不是制度的治 共產黨極權國家也有法律 可是那個是制度的治 我們是治理的治 所以大家搞清楚 這兩個治意義完全不一樣 這種情形 那現在傅君子說要廢除監察院 國民黨反對 他說要成立特徵組 民眾黨反對 國民黨內部其實很多人反對 所以蠻有趣的 國會改革三讀通過 傅君子說最短時間內 要成立在野黨的特徵組 柯建民說你也拜託 這比香港 這比國會香港話還嚴重 所以柯文哲不甩 說民眾黨反對 傅君子說沒關係 再也不是只有藍白 再也不是只有藍白 那還有誰 只有藍白啊 難道你把五黨級的高金素美當作不是藍白嗎 是啊 高金素美從來都是藍的啊 所以你看看 我們的資深記者 你跟班傅說燒打到這樣 害得人民上街頭來抗議 好不容易通過這個法律了 他說這個法律可以不遵守 所以耐政者只要你來就好啦 不要急襲急打都沒關係 你這樣是在拚安裝的 這是有來給人民爭取的 給國民黨爭取的 你搞了其實 其實本來這個事情就是可以協調 協商協調的 你一定要搞到表局 但是關鍵是什麼 關鍵還是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 那巴西 這巴西很沒有志氣 為什麼要跟著國民黨 我先不講這個 因為柯文哲講他不贊成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八票到時候是不是不舉手 不舉手的話 復坤其國民黨加上兩席五黨籍 高金素美跟陳超明 就還是多數 對還是多數 不行啦 反對是要投反對票才叫反對啦 怎麼可以棄權 可是柯文哲他們的紀錄就是不投票 說錯對不對 更正 因為是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不是立委 他不是總召 所以他是當主席 他是當主席沒有問題 可是民眾黨的立院黨團 那巴票是聽黃國昌的 還是聽柯文哲的 當然要聽黨中央的啊 這個我保留 你保留 我保留 那柯文哲可以召開一個 他們的中職會啊 中常會 然後就把這 沒有按照黨中央投票的 就把它開除黨籍 換一批就好啦 反正他們還有一批啊 不可能 不可能喔 不可能 做不夠 做不夠 這樣柯文哲就變 那個 他就變碎了 那個柯文哲他們 那個民眾黨內部事務 往那我慢慢看嘛 就是說 你搞了老半天 我說 傅崑奇跟黃國昌兩個很厲害 可以把天下搞得天下大亂 然後 你修法通過之後 然後你可以說賴清德 你可以不回答 那你後面訂那個 藐視國會那些幹嘛 因為總統也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當然啊 你後面有一個 刑法141-1的修正案 到底要聽誰的 就是看傅崑奇的心情嘛 然後更不要講 國民黨立任黨團 現在有不同的聲音 好 那總結這一切下來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句話啦 因為這裡面還包括監察院 監察院廢掉以後 是要把這個權力放到立法院去嘛 如果是這樣子你相信他嗎 我其實所有的 所有的修正案改革法案 你要你要國會增強功能 本來我本來應該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我之所以有意見 其實很簡單 我不相信立法院 我不相信我們現在的國會 這個這個有道理 那我是信任問題 有道理 我你知道我這麼多年以來 所有講國會改革的 我只喜歡一件事情 就是當年林佐水他們把兩百二十五席 砍成一一三 我只喜歡那個案子 我不要花那麼多錢 養那麼多立委 吃了米喔 你意思說吃的人吃了米喔 就是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啊 大多數的時候啦 不是說全部的時候啦 因為國民黨能夠重回 國會第一大黨 本來應該期待他好好表現 監督民進黨啊 結果他亂搞 但是做的東西是先搞擴權 然後司法權的部分 馬上就要成立特徵組 而且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可以變成檢察官 然後人民不願意接受立法院 立法院的這個聽聲會的時候就罰你錢 我這裡面有很多事情 立法院什麼時候可以罰老百姓的錢 那他還是立法院嗎 惡奴七組 我要講一句話 美國國會 他有這個藐視國會嘛 罰錢 還不是美國國會決定 他是美國法院決定 我們是立法院的表決 我們的立法院 按照這次修法之後 他有 他等於是有 他有偵察權 他也可以罰錢 我不可以想像 我很難想像 延寬恆變成檢察官 所以我 延寬更難想像 陸虧琦變成檢察官 對啦 然後他可能 他要當檢察總長 因為他成立 而且他的權力 比檢察官 比檢察機關還大 因為他可以叫檢察官來問 還是一句話 他可以查他的卷種 監察院 因為黃國昌也丟出來了 他下一步就是要非檢察院 非了檢察院 權力再回到立法院 我嚇都嚇死 嚇都嚇死 采薇 這個國民黨黨中央說 反對廢除檢察院 然後傅君琦說 贊成廢除檢察院 然後傅君琦說 要成立在野的立法院裡面 要有特徵組 這個特徵組 權力跟檢察官一樣 甚至比檢察官還大 為什麼 他可以調檢察官的卷種 對他來講 沒有偵察不公開的問題 然後民眾黨說反對 不然現在到底是在變成這樣 我看不成有 我先說那個監察院 其實監察院的存費 本來就是討論很久了 那國民黨為什麼會第一時間出來講說 應該說不是說反對 應該是說要費存費問題 是要應該大家來討論 因為畢竟我們黨章第一條 就是國民黨的這個原則理念 其實就是那個長期是對 國家憲政制度的堅持 就是武權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本來你說要存費監察院等等 這都是要跟黨內討論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議題 只是說到底是要從哪個方向來討論 那是不是要更完備三權 我覺得這都是後續大家可以來討論 是不討論習慣的 表決習慣的 自己一個意思習慣的 所以也不甩你們黨中央 不會 他還是會來討論 沒有 他都已經講說他會出 這製本來就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只是說說服的多跟說服的小 說服的好跟說服的壞的狀況而已 所以一定會說服只是說 看最後到底是要如何討論 而且非監察院 那其實也是要全民的一個共識 包括還有兩黨共識 另外立法委員變成檢察官 立法委員可以擁有 所以要先討論我們黨共識 我現在問一下 立法委員可以擁有檢察官的權利 你贊成嗎 我覺得特徵組這個東西 可能在這個副總召 我不知道他精確用詞是怎樣 但是的確如果說是在立法院裡面 要成立特徵組的話 的確會讓人民有一些質疑 所以我覺得用詞要再更精準一點點 他到底是想要怎麼樣的特徵組 要講清楚 如果是要在立法院的話 那到底是他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是要講清楚 否則的確是會讓人家去質疑 我跟妳講 因為他整個過程 我都有在注意 包括你們的立法委員 當過檢察官的吳宗憲 他講什麼 他說對 就是要行使檢察官的權利 他說的 所以這樣子 我提一個啦 我提一個 的確那個特徵組 恢復特徵組在什麼時候被討論的呢 是在那個時候總統大選 其實侯友宜 他提出來 他當選就要恢復特徵組 他是恢復 那所以今天 恢復也是在檢察機關 不會在你立法院啊 所以對 所以這是我的重點嘛 所以今天在恢復 他是要恢復特徵組呢 還是說是要在立法院 成立特徵組 這個我覺得是要講話 用時更精進 那我覺得第二 因為現在有調查權 所以目前立法院是有調查權的 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就要 在立法院有特徵組 這個我覺得也是要經過大家來討論 立法院的特徵組 那個是完全違憲 那我再講個笑話 如果立法院可以行使檢察官的權利 你們應該建議 我們臺北市議會 高雄市議會 臺中市議會 我們議員可以行使警察的權利 我們要變成警察 然後以後每一個 每一個議員都可以去調查案件 都可以去指揮交通 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他們的說法 可能是的確比較不精確 但也沒有像勇哥 你講的這麼誇張說 我要有那個警察 檢察官的權利 我要有警察的權利 其實也不是了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原則 都是反貪 反弊案 所以我在講說 這個叫做胡搞瞎搞 士平 你是政治學教授 然後官方派聽愛 國民黨還有民眾黨 最近的這些表現 完全推翻了法律跟政治的邏輯 這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 就是被傅坤其一個人耍的團團轉 這麼重要的立法 而且這涉及到憲政層次 竟然沒有經過黨內的共識 過去國民黨 我想任何的法案 肯定就是黨主席要出來 然後再結合的黨團 然後他們的相關的黨 甚至他們的這個立法委員 都會出席來一個黨政的協調的會議 然後產生出共識 那看起來這次的修法 完全就是傅坤其一個人主導 然後他去跟黃國燦兩個人聯手 然後整個國民黨的立委 甚至被蒙在鼓裡 你看為什麼這兩天 議員是說那不關我的事 你去找傅坤其幹嘛罷免我 他甚至是說他狀況外 他不知為何而舉 那我問你 那怎麼會才能夠像我們今天看到 到底總統到立法院 要不要急問急答 目前擺不攏對不對 傅坤其的說法跟國民黨的 其他的立委的說法都不一樣 到底要廢除監察院 國民黨反對 傅坤其支持 黃瓜昌支持 到底要不要成立特徵組 看起來柯文則是反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三個字型 目前來講國民黨內部 白不平 藍白意見不一樣 就出現分歧了 為什麼會出現分歧 有人這樣講說 因為現在國民黨 包括地方的議員 已經發現被傅坤其 跟被黃國昌亂搞 所以國民黨內部 已經反省聲音出來 有人這樣子來給國民黨機會 是真的這樣嗎 因為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最新的民調 國民黨的好感度 這個月是三十二點九 比上個月少了三趴 已經在誤差範圍以外 反感度是五十七點三 這比上個月增加七點六 一來一往差了十趴 反感度比好感度多了二十五 percent 你有看過這樣一個 憶惡值這麼高的黨 所以國民黨有沒有可能 在複議案 或者在事件案裡面 他突然間 甚至至公反省 然後來改變他們的想法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這樣 附議同歸了 原決議失效 這次國會擴權這樣的話 怎麼都失效 現在有兩個人 有可能會 誤會一場 不可能 葉仁絲 葉仁絲 跟那個圖權級 他們可能希望能夠 讓他不要罷免他 他可能到時候不意安 現在民間團體是這樣子 民間團體罷免的對象 大概這兩個開始 不過我們等一下會來討論 我們先不來 我們先等一下再來討論 這個我們先討論說 國民黨 就是內部已經開始在 跟民眾黨在產生對抗 因為發現強制通過這些法律 引起人民的憤怒 對他們是現在不利了 尤其他們的民調降這麼多 支持度降這麼多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 現在在反省 在憂慮 可以這麼講 所以當傅君吉講書 要廢除監察院 國民黨第一時間跳出來反對 那傅君吉說要成立 在野黨的特徵組 馬上民眾黨說 讓你害得形象再壞 所以馬上就反對 會不會是他們內部 真的有檢討的聲音 會不會這樣 我認為當然內部有些不同意見 我聽說國民黨內部 有人就是說 怎麼整個國民黨 被黃國昌牽著鼻子走 當然已經有人把責任 都推到黃國昌 有可能 因為因為這些法案 講的難聽話 有人講 說傅君吉根本是草包 法律他哪裡懂 所以都是黃國昌弄的 所以才會最後又加了 一個什麼部隊 因為他後來是傅君吉 加進去的嘛 所以才會是一團亂 因為我們臺灣是用軍事機關 不會用部隊啦 那也有人會覺得說 本來他們認為說 死是死左右 不死是病毒 反正本來國民黨 就沒有年輕人的票啊 所以覺得就好爭以霞嘛 那當然這裡面內部 有些不同的聲音喔 但是我先講 不可能收回去的 不然白忙一場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接下來可能會做幾個事情喔 第一個事情 他們會很快的 請注意看喔 傅昆琦說什麼 這就是我上一集所講的 很多人都非常認同 他們會開始做標題殺人法 爭取民心的工作 比如說我把戰場就開始 現在已經開始會生會飲了 雞蛋啦 高端啦 我要查這個弊案 然後呢叫人出來 然後配合媒體 用標題殺人 好像你這個執政黨 有多少黑幕 所以我是在揭壁 建立他爭取民心的正當性 也就是說鯊魚理論 抹黑板 標題殺人法 用我查幣 然後先製造很多的 認知訊息的作戰 認知作戰法 然後來建立他的正當性 減輕他自己壓力 就第一點我要講的 第二點 他們幹什麼 當他們有幾個立法 會積極來進行這個動作 包括提高罷免的門檻 包括提高公民覆決的門檻 還有請注意看 十月份大法官要提名 總共要提名七個 現在要十五個 那這裡面有多可怕呢 我可以告訴各位 注意看喔 他現在通過的幾項的法案裡頭 其中人事同意權裡頭 他還可以什麼 他調閱資料文件 也就是說 大法官都是德高望重的 我叫你財產資料公布 我把你所有的資料問個清楚 我甚至用很刁難的題目問你 甚至於聽好 他要你拒絕 用狗 你是知名律師 請問哪些人需要拒絕 你是案子的 比如說證人被告吧 對待犯人的態度來對待你 他要這樣 然後讓你的大法官難產 不會啦 不會找不到政務官 我可以講啦 因為很多政務官說 那個違憲啊 你如果要跟他依然 不依然 公民不服從 到時候違憲還不是一樣無罪 所以不會找不到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野心在這邊 大家要先看到這一點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為了維持民主憲政 這不是最終章 這只是未來幾年的開始 那最後我簡單的講一下 才我必須要跟你講 你剛剛講的用詞 其實是非常不精確的 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現在立法院有調查權 誰告訴你的調查權 我可以告訴你通過的法案 那個是調業權啊 從程序 你沒有程序正義 你從程序就是違憲 你整個表決過程是有問題的 程序嚴重瑕疵 再來實質內容 每一項都有違憲的問題 包括你講的調查權 我可以告訴你 4-585號解釋非常清楚 他解釋非常清楚 立法院的調閱權 只限於相關案件 文件的調閱權 沒有人說你有調查權 所以國會特徵組更是笑話 這是活生生的侵犯的司法權 這個你現在已經司法院 這邊已經出來講 包括監察院 第一時間已經發聲明了 彈劾究局 這些是屬於監察院的權限 然後最重要的是 傅崑崎自政野心 傅崑崎在那天表決過後 他興高才能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自己是什麼什麼政治犯 他接下來講 聽好 他說什麼 他不是講他自己 他說包括林之廟 包括高宏安 包括什麼 一堆柯文哲這些人 他通通要幫他們平反 這是活生生的 要立法權變成憲政怪獸 一種柔性政變 要把侵占監察權跟司法權 所以這些東西 我這邊具體建議 我相信也是人民熱烈期待的事 除了複議案的提出 還要大法官的施限 還有請大法官緊急處分 因為這是國家危機狀態 大法官的暫時處分 他們叫暫時處分 其實他就是類似我們 民事訴訟法裡面的假處分 才讓大家知道假處分就是定暫時狀態 所以在這裡來講 我們看到了整個的狀況 不過建議 所以有人在講笑話說 立法委員要做檢察官 大家想說副昆琦的內線交易的 更生人的變檢察官 嚴寬人也可以當檢察官 好 大家都副昆琦 馬文君 所以在講的時候 那我們議員也要 我們議員要有警察權 因為你議員比較大 所以你做檢察官 我們議員也不算 不然我們做警察官 我可以做警察官 我現在比警察官方更大 警察官方不但叫來這順 我還可以行使警察局長的權利 我要有警察權 現在開始有人在這樣說 不然你們議員也比較打拚 你也拚一下看有警察 警察全部 藐視國會權利這個部分 其實我也希望 柯文哲 我們專案小組請你過來 你現在拒絕出席 有沒有一個藐視議會罪 這個我也是希望 我也贊成 第二 各位你們會記得一件事 副昆琦帶十幾個議員去中國大陸 說他爭取了一百組的組合屋 這是前提 你們聽我後面說完 從他們回來 台灣後要整個國會 一直要立法議立這個所謂的惡法 擴權這個部分 我跟你們說 中共一句 他是跟黃國人 在英國 演給中國大陸看 好 演完了 這齣演完了 五月二十八 表決完了 三途通過了 但是你想想一件事 現在要他們講出個所以欄 自圓其說說不夠了 他們現在說得離離朗朗 包括剛才我們提到的 在野特徵族 請問你 在野特徵族黃國昌 你要如何針對柯文哲 對國民黨復昆琦講說 我不贊成 你要再說一下 講不出來 我希望民眾黨黃國昌 你現在做國民黨的誓言 你所有柯文哲現在反對 在野黨的特徵族 你說得清楚 第二 要所謂的廢監院 傅崑琦也說不清楚 剛才我們說的傅崑琦對法律一竅不通 真的懂得法律的人 大家認知上是黃國昌 黃國昌真的懂嗎 這幾年他荒廢了多少 他的專業領域 連新臺幣都不會寫了 你告訴我他懂法律 銀元這種東西是多久以前的歷史 你現在告訴我 你立了一個三讀的法案 然後跟我寫新臺幣漏寫 罰款新臺幣沒寫 所以我感覺 因為跟徐曉信在直播 所以一時之間忘了 俊俏的臉孔 我看聽到想要討 俊俏喔 現在所有的說出來就是說 國民黨前面傅崑琦帶領黃國昌配合 甚至於黃國昌跟傅崑琦 在演這一齣大戲的時候 柯文哲不見得同意喔 柯文哲現在是束手無策 對柯文哲是 對黃國昌是莫可奈何 我沒辦法處理 所以現在網路聲量 在黃國昌身上的同時 他們演了這一齣大戲 後面要叫他們說出內容 講不出來 所以很清楚的 我只是覺得 裡應外合再配合給中共看 這其實印證了 不管幾個學者說的 某部分他們已經印證了 他們其實在配合中國大陸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蠻有趣的 所以大家要講笑話 什麼叫笑話 立法人說他要當檢察官 要有特徵組的權利 這個叫笑話 人民看不起 然後呢 所以人民才會諷刺他們說 那乾脆你們的地方議會 議員的乾脆來個警察權好了 這個也是要諷刺他們 因為議員不可能有警察權嘛 但是人家為什麼這樣跟他們說 這樣跟他們建議 那就是在跟他們唯 在唯瑜他們 他們不懂嗎 再讓大家看 我現在講全台灣最沒有形象的職業 叫做立法委員 形象最差的職業叫立法委員 你看看這種立法委員 說溜了嘴 許曉鑫直播中承認在睡覺 竟然稱擴權法案 他們為了擴權法案 在打架啦 投票啦 擠啦什麼一大堆 他說這個擴權法案叫做垃圾 那你垃圾 你為什麼要讓他通過 再看 所以林楚音就說 哎呀真的沒有尺度 羞恥的尺 一 許曉鑫承認上班睡覺 竟然反過來罵人是薪水小偷 許曉鑫竟然反過來大喊說薪水小偷 想下班 指的民進黨 其實他自己在睡覺 再看二承認擴權法案是垃圾 什麼的垃圾 你們國民黨跟民眾黨 還好意思來應推 民眾黨當然要散會啊 民進黨當然要講說散會啊 民進黨散會就是幫助你啊 不要去把垃圾通過啊 所以呢 依然能混就混 韓國瑜遭報 立法院協商常常休息 時間短只想趕快下班 因為韓國瑜以前很愛喝酒 所以趕快下班就可以 不過他現在喝酒 比較可能比較不公開 有人這麼講 是不是真的我不曉得 不過黃國昌我們看一下 他的直播跟徐曉鑫兩個人 人民看了憤怒跟搖頭 來看一下來 大家好 因為我剛剛後面睡覺 因為今天真的太無聊了 今天在省的每一條都是垃圾法案 然後他們就還是要讓我們一直 表決一直表決一直表決 然後呢他們每一條都說 他們要上去講 然後呢什麼都沒講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不予修正啊 那那請問要講什麼 那竹條表決的時候 除了到處了 我抹紅你啊 喔對對 就說習 習近平指示你 不要出力了 我跟家 我們國會無法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字 提到中國或是習近平 然後他們突然就說要提三會動議 那現在才2.55分而已 他們就突然又要散會了 所以根本就沒有想要工作 底下的那群人 然後他們竟然敢在 你好歹也在5點左右的時候提嘛 其他人都還在工作 就你們想要 你看他們都舉手了 來來來來 我把鏡頭撞回 來來看看這群人 就是這群人 提三會目的就是要阻擋你們通過這一些垃圾法案 來侵犯人民的自由跟民主權利 結果他反過來 說人家是薪水小偷 結果他自己承認 他在睡覺 自己承認擴權法案是垃圾法案 立委 難怪你們平常這麼壞 你們立委現在平常有夠壞 其實你看黃國昌和徐曉鑫兩人 聲量在網路上都非常高 我如果比較平靜地看 我們兩人都是大扣分 徐曉鑫在國民黨裡面 在藍軍裡面 他算是一個女戰神 那有很大的聲量 但問題是說 你放到脫離政治 他自己的基本教育的支持者之後 你放到這個社會來檢驗 你覺得你們也在笑 你們在創一個帳 他在形塑一個就是說 你看我們國民黨跟民眾黨 只要我們聯手 哪怕這個叫垃圾法案 現在民進黨 你要提三位動議 你都奈何不了我 我只要帶著棉被來 我只要在那個地方睡覺 我照樣可以碾壓 我要問一下 你們為什麼要帶棉被睡覺 你們立法案冷氣開那麼多 我們有沒有牆嗎 沒有啦 那是他國人 沒有人家的棉被 這樣嗎 他為什麼要帶棉被進去 叫輕鬆嘛 那個動作人說 我很孝敗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人比你更多 因為他可能坐在 因為他可能坐在這個 勘臺的下面 所以記者照顧到 他如果記者照顧到 看他抱著棉被睡覺 我想那個鏡頭被記者拍到 一定是非常漂亮 最主要不是 這次韓國瑜 都給你創舉手表決 民進黨你怎麼騎 也騎不贏他 國民黨我坐在那裡 大家我就睡就好了 你怎麼反對 你反對 好啦你怎麼算 你怎麼算算算 49到50票 讓你最高算也算51票而已 反對因為沒有過半數不通過 所以在那坐在那裡 他坐在那裡 他坐在那裡 我就騎手也不用騎手 他連舉手都不用 是嘛 所以他當英雄跟那裡 騎手的時候 騎得騎他跟民進黨合作 也是這樣民進黨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心態 你說他們兩個講的這些話 他們兩個不自覺之間 他們就覺得說 親菜而已 兩人動連手 直勝又怎麼樣 我們再立法院 我們就可以當家了 大家不要忘記了 1930年到1933年 那時候納粹是怎麼大了 你知道嗎 納粹也是一路一直算算 一直算算 算贏 結果他通過一個什麼 說解除人民跟帝國的苦難法 你們相信我 都相信我希特勒 大家說什麼都相信你 都給他授權給他你知道嗎 到時候人家說 哎呦 夭壽 他們都空白授權給希特勒 到時候變這個形 就變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也發展出一套 就是說 你真的不要去相信國會 要有民主防衛的一個機制 現在民進黨這個 在野的 聯手以後變多數 這些法案 如果繼續這樣子 惡搞下去的話 哪一天老百姓 搞不好也有跳出來 要這個立法院幹什麼 所以我看到 其實我看到這個直播的時候 我講實在話 我本來忘記我早上吃什麼 我現在突然間想要 拿個塑膠袋 把它拿出來看看 我到底早上吃什麼 我會想 口土 什麼叫一個口加一個土 我想土 這怎麼一回事呢 所以記者資深記者 你當了那麼久的記者 有看過這個嗎 你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黃國昌跟許小晴很好 黃國昌跟許小晴很好 那他們兩個很好 那他們兩個很好 林高林 風高 風雲 穩固的 搞動 那他就什麼 沒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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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在1月13號投票之前 我就一直講 黃國昌有些不方便的東西 都會透過許小晴那邊出手 真的喔 對對對 原來許小晴也是黃國昌的一份子 對啊 你這個這個這個就是這個就是他會形成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後面應該還有很多故事可以看 那就當你看也會覺得很感慨 因為因為我一直覺得國民黨應該要形成淡謝 但是我沒想到像許小晴這樣子 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我的觀念還是很簡單 因為民進黨執政要邁入第九年 然後雖然是賴清德的第一個月 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中央執政第九年 執政黨是應該被監督的 可是在野黨 因為國民黨是第一大黨之後 你尋求尋求台灣民眾黨的合作 對我來講也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 因為在野嘛 可是兩方面加起來之後所主導的事情 你是眼前所看到的這些 這個是這個是不是符合一般的人的期待 一般人的期待是什麼 就是你你對於這個蔡英文時期 當然你可以去檢討 但是你要認真做功課 因為蔡英文不會是一百分 可是我卻沒有看到他們在做功課 大家檢得最現成的 我看到的是一個一個藍白合作 做那種最速食的方式 只要什麼 只要Duck three go 只要知道仇恨 他就可以當選 他就可以連任 非常速食的方式 他沒有認真在考慮這個事情 他沒有認真在面對他們的法案 他沒有在認真想說你訂出來的法律 如果傷害到人民權益的時候 補救措施有沒有被討論 我講這個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 不是 你要親愛人民的秘密 人民的權利 人民的文件 你要調閱 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 違反世界人權宣言 你可以讓他通過嗎 然後如果受到傷害的時候 老百姓或者公司法人 他要去找誰 立法院會陪你嗎 我講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巧欣他們是在幹嘛 他們用善效的方式在幹嘛 就是說你在黃國昌跟徐小營身上 你看到就是說 他利用仇恨動員 去創造自己在他自己選區 可以連任的機會 因為仇恨不斷的累積 然後他的選區相對於 國民黨在中南部的立委 要參選區域來講 他不敢用仇恨動員 你知道我們的立法院改革 國會改革走到今天 從來沒有一次是真正成功的 因為我不信仰看到是仇恨動員的選舉方式 那黃國昌更是不分區 然後因為不分區無法被罷免 所以他吃了趁頭抵了心 反正你不能罷免我 是 那徐小營 徐小營才剛當成 你他等到八個月以後 才可以去討論罷免 那以他的 以他的那個南松山信義區來講 要罷免他很困難 因為那個是深藍的選區 然後你就看他說 徐小營什麼時候認真質詢過 他質詢過什麼 我說再也如果偷懶 就會讓執政墮落 因為執政沒有人監督 仇恨動員是一個最廉價的監督方式 他甚至不是監督 仇恨動員就是靠鬥爭來讓鞏固自己的地盤 他對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好處 那就是共產黨的作法 共產黨就是用鬥爭的方法 如果他講鬥爭那就是這樣子嘛 不過不要以為大家都看不懂 全世界的媒體都看出來了 全世界的媒體 幾十個媒體都這樣子 我只選三個給大家看 美國的ABC新聞說 臺灣立法機構通過被視為有利於中國 削弱總統權利的修改案 最主要是有利於中國 大家看看 臺灣 legislature process changes seems as favoring China reducing president power 大家看到沒有 很清楚的 seen 被認為as favoring China 你看這裡 這裡是什麼 favoring China 也是一樣 process law favoring China 就是independent 你在看這個 半導電視臺 他說臺灣是parlament passes fear pushing pro-chain 他用pro-chain 也是有利於中國 這裡是有利於中國 所有的媒體外媒全部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看看 李曉峰教授在2001年 你看23年前就神預言說 中國犯台先供佔立法院 然後呢看看 又有爆炸性的狂語 川普喊說 中國要是犯台 就要把北京給炸了 所以這個時候換句話講 連川普現在他們都講 保護臺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現在的課題 全世界的外媒都看出來 全部這些法律的通過是有利於中國 有利於中國 我已經看到幾十個媒體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妹妹怎麼來看幾十個外媒 而且都是國際的大媒體 對 都說這個法律就是有利於中國 有利於中國 理應外合從這裡就證明了 為什麼這些外國媒體 他們是圈外人第三者 所以他們觀察是非常入圍的 對 就是因為是圈外人是第三者 所以他的視野 他會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臺灣再不是世界的邊緻 而是世界的中心 你什麼時候看過臺灣的選舉 舉世這麼關注 我只要告訴大家幾個數據就好了 每天通過臺灣海峽的 世界的GDP的總量 占世界的50%以上 然後這個呢 整個的這個貿易額等等 是占世界的60%以上 90%以上的高階的晶片 是經過通過臺灣海峽 如果臺灣落入了中國共產黨之手 全世界晶片的命脈 抄在中國的手裡頭 他叫你當機 你就當機 各位大家受得了嗎 如果臺灣落入中國之手 那麼全世界唯一的華人民主燈塔 就此熄滅了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勢力就被阻出去 整個世界的民主聯盟會瓦解 你會鼓動共產黨 把極權主義輸出全世界野心 因為佔領臺灣 不過是他全球作為全球 中國帝國主義霸主的第一步 第一張骨牌而已 我想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外媒為什麼這麼關心 外媒為什麼會說 今天這個選舉是有利於偏中的 為什麼 因為看得清楚 在野黨藍白的河流 等於是中共的引路人 代理人 等於是臺灣國家安全的破口 等於是臺灣民主機制 動盪危機的製造者 能夠保衛臺灣最大什麼 除了臺灣要跟世界的民主國家 價值連結 利益連結 很重要一點是臺灣的民主體制 我必須要很嚴肅告訴各位 中國知道要武統臺灣非常的困難 大家只要看看 為什麼現在印太司令 他的軍階升上去了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中國敢對臺灣蠢動的話 不用報到美國本土 印太司令可以就近來發布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距離臺灣不到一百六十公里的 菲律賓北部 離臺灣這麼近的地方 現在美國部署的基地 然後海灘的海岸的巡防隊 這些機動部隊 都是通通面對中國而來 大家知道中國想要併吞臺灣的野心 中國也知道他不可能一下子來面對 美日乃至於北約可能的介入 所以他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他最好的辦法是再堅強的堡壘 就從臺灣的內部瓦解起 而立法院無疑的就是這個高地 這就是為什麼 袁紅斌能夠審準的 在二月六號就告訴大家 習近平交代下去的 就是以韓國瑜 以傅崑琦這些人為首的 來瓦解臺灣民主機制 引進中國內部力量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要來併吞臺灣 很重要的蠶食侵吞的策略 外媒看得很清楚 而他們在做的 正在一步一步實施 最後我只簡單的講 各位來想想看 這個法律如果真的施行下去 我先從個人來講 以後誰敢辦復困期 再來第二點 各位要注意 只要我把 比如說臺灣發展無人機 我把無人機製造公司叫過來 我說你不講機密出來 我就罰你 罰到你破產為止 好機密出來了 請問一下 臺灣的國防工業要不要發展下去 如果臺灣被認為是中國供應鏈的一環 如果美國甚至認為 當你臺灣仇向中國 而且機密可能外洩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武器買不到 我們甚至可能被制裁 臺灣怎麼辦 再來高科技的機密 也可以幫你叫來問個徹底 也就是說臺灣的國家安全 門戶洞開 也就是說這些不效的立法委員 可以利用調查權 可以利用藐視國會罪 可以利用這些不斷的權限 他可以親責保護自己 免受刑事的追訴 干擾司法 重責甚至於利用這個 來介入 來收取好處 所以從個人到國家的利益 乃是國家的安全 是怎麼樣被這個擴權的 濫權的憲政怪獸所危害 臺灣人如果我們今天不站起來自救 不站起來用民意的海嘯 來對抗這種想要顛覆我們民主體制的話 當人民或不信任 當法律再不讓人民信任 當國際懷疑你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 各位那是臺灣真正危機的開始 那個時候中國不必用福利犯臺 恐怕我們自己就先引進中國力量 我們自己就逐步被中國所蠶食侵吞 看到我那麼多外媒 人家看得非常清楚 那個外媒不是一家兩家三家 我今天只有拿出三家 其實大家google一下 你用prochain 或者favorite chain 你就會看到一堆 都是一樣的評論 每一個 每一個外媒 我剛剛為什麼從半島電視臺 因為他們的立場 跟其他ABC這些立場是不一樣 可是在這件事情的立場 觀察是一致的 所以他看到了 國民黨沒看到 民眾黨沒看到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了 民意也站出來了 藍白強硬讓國會改革三讀通過 所以公民團體要發起五大行動 要求韓國瑜見面 預告從新北展開 罷免藍圍的行動 所以換句話講 罷免行動可能會遍地開發 那我剛剛開場我都提過 那乾脆啦全面性的罷免 你要罷免民進黨也可以 全面性的罷免 那換句話 全面性的罷免 再全面性的改選 那不就跟你解散國會一樣嗎 差不多啦 除了不分區以外 我覺得這也不錯啊 我們再看看 國會濫權法案通過三讀 經濟民主聯合回應記者會 有五大訴求 第一要求行政院提出呼籲 第二呼籲行政院及民進黨 進行憲法訴訟 第三要求與立法院長韓國瑜見面來溝通 第四推動草根民主對話 第五展開反國衛濫權 新北擬航社會對話行動 所以民團盤點最可能被罷免的名單 南軍的立委屠權級第一名 葉原資第二名 不過徐曉鑫就放話囉 他說你罷免我一個欄尾 我就罷免五個立委 OK 我覺得這也不錯 全面性的來罷免 把它變成全面性的改選 這樣好不好 我也不反對啊 不過這個時候 這這一個是民進黨台中市議員 江兆國他的臉書 他說什麼 他說剛剛聽我一個更離譜的 他們臺中東南區有里長 開始要收到告知 如果你敢表態要罷免我 姓羅的這個立委的話 你這些里長 我就會發動反罷免 所以他開始在恐嚇里長 這個有趣 他現在開始在恐嚇里長 因為里長如果表態的話 可能那個會影響 所以這也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子弄呢 大家來看政治學教授 如果全面性發動罷免 那等於是全面性來改選 我覺得好像也不錯 許小新他這樣這個講法 就是一種冷戰時期的相互毀滅 當時的蘇聯跟美國 大家都準備了原子彈 你如果轟我我也轟你 然後大家一起看台 他的意思叫恐嚇 就是說現在一些相關的民間團體 想要罷免國民黨立委 叫你們不要亂動 你們亂動我們也會反罷免 但是我必須要講任何的罷免 他來自於仇恨 就是大家實在是對這個政治人物 極端的厭惡 所以你看為什麼韓國瑜 當初被罷免 是因為他拋棄了高雄市民 你剛剛選上高雄市長 你跑去選總統 高雄市民絕對被你騙了 好不容易把你選出來 當高雄市長 希望你能夠有所作為 結果你竟然違背你的承諾 跑去選總統 所以那個恨導致那個罷免的票 比韓國瑜當選市長的票還多 所以我覺得今天為什麼大家會想要去罷免國民黨立委 是因為我們在這邊狗廢火車 我們在立法院對不對 這麼多場的三場的群眾集結 希望你國民黨能夠暫緩相關的一些修法過動作 不要橫財路照 不要擴張立法院的這個所謂的職權 不要黑箱立法 結果你們不聽嘛 你們賦予完抗 你們自己需要做那怎麼辦 這股怒氣要找到一個出口 就是罷免國民黨立委 當然你國民黨你也可以反罷免 問題是你國民黨的正常性能不夠 因為現在這些民間團 他們認為說你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不管是業員制也好 不管是圖權傑也好 你們甘願成為單副婚旗的下屬 叫你投什麼就投什麼 不懂得自己的 沒有自己的立場 你待乎你立委的職守 這是連徐曉昕說 我們通過這個爛法 這個爛法 你就應該 垃圾 你就應該要站在你立法委員的職權 你不要通過嘛 你有自主性嘛 對不對 為什麼你還通過 你還投三成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是 代乎自己的職守 會不會有一個出口 馬上會出來 就是在基隆 現在很多基隆人說 要罷免 對對對 我們現在剛好要罷免市長 正在連署謝國良 那乾脆就從這裡來開第一炮 所以如果基隆的市民 開始都站出來 年輕人去基隆 開始愛家愛戶的去宣傳的話 謝國良搞不好連署會過 對 本來謝國良 前一陣子是非常低調的 因為國民黨家說你不要吵 你這樣子可能投過身就過了 結果想不到現在這一場 三場的大的這種造勢活動 反而是把這個罷免的怒氣 發揮在謝國良身上 你說募資募得好 快前一陣子停下來 對 募資募然增加很多 增加了這些 而且速度 兩百零四 我上禮拜五去那個 立法院現場 就看到這些志工 拿著這個連署書籤 有沒有基隆市市民 就在前面 立刻就連署 所以換句話講 這些年輕人 或者是這些世代 可能會跑去基隆 縱然他不是基隆市民 他也可以去幫忙宣傳 這樣子 那基隆市民要覺悟 你們如果行動最快的話 你們會是臺灣的先知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 對 因為我們知道基隆 雖然幅員不大 不過他也有像安樂社區 比較山上面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人 是說那個連署站太少 而且工作人員太少 那現在有經費之後 就可以聘請更多的志工 然後我們可以增加更多的連署站 讓大家更方便來連署 所以我覺得這股怒氣已經燒到了謝國良身上 不過 不過這樣子罷免來罷免去 我的意思是說 要罷免 乾脆全面性 把它當作是國會改選一樣 這樣也可能會通 柴薇安毛利 讓民意決定一切吧 我覺得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這樣其實以後 以後小學生 或者以後那個大家朋友之間問說 你投誰 不是要問這樣 是要問你爸誰 然後以後那個就是留學生出去國外讀書 然後別人問他說 你們國家的這個政治體制 投票制度是什麼 不是 我們不是投票制度 我們是罷免制度 這是很奇怪很詭證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罷免的確同意 它是取決於一個仇恨值 可是回過頭就問大家 這樣的罷免其實有正當性嗎 不是因為他違法 不是因為他不作為 不是他對人民不好 而是因為立場不一樣 只是因為藍綠立場不一樣 就因為這樣子罷免 不過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 暴富性罷免是不應該的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憲法規定 人民有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的權利 我當然 所以這是憲法的權利 所以就是人民權利的行使 所以我們也不能講說他無聊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有趣的是 我剛剛念的這個 許曉君放話說 你罷免一個 我就罷免五個 然後更離譜的是 竟然跟里長恐嚇說 你如果敢表態支持罷免 我就先罷免你 這樣好 我覺得罷免大家要 不管是被罷免的人 或者是提出要被罷免 然後被嗆回去說 我也要罷免你 不管是誰 都一定會有情緒 而且一定都會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種都是 報復性罷免 你罷免我 我罷免你這樣有意義嗎 那臺灣全部都投票算了 因為全臺灣各區 最後都是陷入一個仇恨性罷免 那這樣有意義嗎 其實之前許智傑委員 民進黨的嘛 在高雄那個黃捷被罷免的時候 他不就有說嗎 不希望大家這樣子仇恨性罷免 所以不管是誰 我覺得兩黨要去提這個 我覺得都是不好的 因為事實上在臺北 吳思瑤能不能被罷免 也是可以啊 你把第三個黨忘記 因為他們沒有人可以罷免啊 他們都是不分區 不分區要開除黨籍 才能被罷免嘛 罷免也是壞人 也還是壞民眾黨 也是壞民眾黨的人啊 所以有罷免 沒有罷免一樣 這個要問黃國昌 他有過被罷免經驗呢 要不是民進黨救了他 他早就垮了 黃國昌有豐富的經驗 他是在被修法之前 而且我知道黃國昌 我最近在看最 我最有趣的一幕是 當年罷免他的是我朋友小毛 我們以前新聞界的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 後來他就跟黃國昌 變好朋友了 這樣喔 戲子一定嗎 不過我要提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聲音說 國會乾脆全面改選 乾脆喔 國民眾 你如果有價值 你如果有膽量的話 你就提出 倒閣 你當你提出倒閣的話 那就讓他倒閣 然後解散國會 大家全部重來 這樣好不好 國民黨還不敢 我覺得這樣很好 國民黨就不敢 國民黨就不敢 國民黨都不敢 看起來 彩薇想要幫忙 論事 或者是來說明這個合理性 我覺得都很牽強 第一個 花蓮 剛才我們說到花蓮 復寬其言給中國大陸看 那花蓮的災情他不管 第二個 黃國昌從五月十七五月二十四五月二十八 包含徐曉青這個直播 某部分 大家知道嗎 當國會他領國會的薪水 在那邊直播的時候 他做到副院長的椅子直播 從頭到尾 他在賺錢內 他還太離譜了 對嗎 他在 等一下你先聽我講 周嘉賓也在跳舞啊 他在跳舞喔 對啊 你先聽我 他們目前在領著薪水 在賺錢 而且不投票 也只是盲目的投票 這個東西 他們都在創造仇恨值 仇恨值從這裡來 你說人民要罷免 這是人民的權利 不是 仇恨值 是到底誰創造的 不就是人白自己創造的嗎 對啊 你創造仇恨值 民眾才會去嘛 然後你又願意說 激起民眾 公民團體說 這是民進黨洗漢的 動員來吃便當的 動員一日遊 導致於群序沸騰嘛 所以才會產生罷免 第一個罷免 會被遇到罷免的 叫做基隆市市長 那真的有衰啦 那也不算衰 他做了很多錯事 是 他做了很多錯事 本來他已經 這件事情已經慢慢低調 已經散 散掉了 那結果出來說 要罷免的是誰 還不是徐巧心 黃國昌 傅崑奇 所以基隆市市長 你要罵就要去罵三個人 第二個 罷免的生意 我不瞞你說 從立法院這段時間 這三次的一個集位 我們走出去 應該是說 彩薇你也跑去外面跑行程 很多人都直接講說 你不能這樣做啦 罷免什麼時候要開始啦 其實我們得到 都是這些訊息 罷免五月二十六 我們黨籍選舉的時候 多少人在反彈 但民主進步黨原則上 從頭到尾沒有參與這次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個罷免 來源是來自於他們的仇恨值 沒錯 但仇恨值誰創造的 還不是你國民黨民眾黨 對不對 你們自食惡果嘛 像這次你部門區 你以前都區域 你這次部門區不會讓我罷免 但是就這樣不是在這裡 你看 人民現在 如果說想罷免你的話 罷免不用任何理由 藍白聯手 你接下來他們會繼續聯手 在立法院通過很多法令 老百姓也未必會跟你罷免 為什麼 很多法令沒有政治性的 沒有政治性 也會民生法案 哪怕是說 一些法案跟你看法不同 大家來表決 通過就算了 那個老百姓會覺得說 那也還好啦 這個法案 你通過這種法案 你給你看看什麼 美國的ABC 和英國的獨立報 他都會跳出來跟你講說 台灣 藍白聯手 這些通過的法律 是有利於中國的法律 我不能說 外媒這樣下這種標 這樣的看待我們的在野黨 要檢討的是民進黨 還是你藍白兩個政黨 你通過的法律 讓外界的媒體 而且是別的國家 認為說這是有利於中國的法律 這到底是誰的檢討 我不知道 第一就是說 罷免 老百姓以現在來看的話 不管是什麼理由 要罷免 那本來就是憲法規定的權利 但重點是說 什麼時期 這個時期 以現在來看 現在的社會氛圍來看的話 就是罷免的最好的一個時機 你就說 不可以 不要罷免 不要冤相報 我最想要說 你就死好了 你現在要做到哪裡 要做到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我沒說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老百姓如果憤怒的話 他自然想到最後 就是說 這吃了米 這種議會是要死 他就想法會變成這樣 所以你剛才說 沒有 沒有就 藍白 你這樣 提不信任案 總統來解散國會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沒那麼空 他就誤誤 我多數 我提不信任案 讓你來解散國會 我就沒那麼空 甲骨折千萬 有的甲骨折千萬 甲骨折千萬 現在叫他重選 那個阿湯 他絕對沒了 他絕對沒了 所以你現在就是沒補 所以以現在來看的話 我在看待這部法律 你說 當然到最後要憲法法庭 但是你要看四十多字 到四十七條 任何人 以前的大法官 做出那麼多好解釋 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司法權你就是不能介入 偵查當中 你叫他拿副本來 我就不相信 憲法法庭 這條他會幫你刷 你看到新聞報道有沒有 新聞曾經有報導說 國民黨一個院長級的人說 法案是我們開的 有沒有看過這樣新聞報導 有嗎 其實就得了 所以啊 所以啊 人家說國民黨把手深入司法 只不過是畫案為名而已 所以副本期也沒有錯啊 特政主就在立法院啊 對啊 但是現在法庭不通過啦 一定會打電 這樣通過 我不會拿許諧的講的話 去形容副本期 不過副本期確實是很有辦法 為什麼講很有辦法 副本期那個時候二零零三年的時候 是立法委員 那是清明黨的 就在立法院 青島東陸上租了一個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呢 有一部分的功能幹嘛呢 跟股市炒手合作 就炒股票 跟公司派合作 烘台股價 哇 這樣子的人 二零零三年的事情 對啊 這樣子的人是國民黨的總召 對 副本期是我認識的另外告訴你什麼 劉松帆 擔保進入到清明黨 清明黨 劉松帆 那已經過去了 他已經去世了 好 那副本期 副本期在那邊炒股的時候呢 這個戰功標柄 包括國民黨的某些 後來釋放出來的黨產 都有他的影子 這個柴薇你們大概都不知道 柴薇 我接國民黨的時候 就沒有黨產了 所以我們都選得很 所以我們都選得很辛苦 我加入國民黨的時候太晚 所以然後 你是太年輕 所以不曉得國慶這一段歷史 我加入國民黨都沒有黨產 其實不管有沒有黨產 每一個人都是選得很辛苦 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們副總召的豐功偉業 他的豐功偉業 那我們副總召 我們副總召 就是說為什麼我看到 小副副總召的時候 我會怕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他後來官司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是 他沒有被執奪公權 但是他怎麼讓他的刑期減少 他跟被害人達成賠償 一千多萬而已 才賠償一千多萬 就是那個投資受害人保護中心 然後呢 他命很好 他可以適用兩次減刑 對 因為他官司拖了很久 所以有妥適審判法的適用 可以減半 然後再加上又減刑 又說阿鼻子 那時候二零零七年的時候 有一個減刑條例 又減刑一次 所以他兩次減刑 所以才會關 關不到 就是最後那次就是關 合計 他合計三年多才關一年而已 才關一年多 三分之一就可以假釋 他那個是不斷的減刑 他如果沒有減刑 他可能沒有減刑 他可能沒有減刑 他可能會減刑 好 那我講這一 我講之前回來 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所以你對這個立法院 所以他是權貴犯罪 沒錯阿 黃國昌罵他是權貴犯罪 黃國昌已經推翻 他自己講過的話 所以請不要再拿黃國昌 黃國昌已經幫他擋一下 講這句話的黃國昌已經死了 現在的黃國昌才是黃國昌 你如果覺得 為什麼說 為什麼我會 本來是說 國會應該是監督行政院 監督執政黨 為什麼我會怕怕的 我們還有一位 憲任的立委叫陳超明 不是拿一百萬 拿兩百萬 不是幫搜狗 進入搜狗案 裡面還有一個國民黨 現在沒有選了 民進黨也有人中槍 無黨籍的 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也有中槍 老朋友徐又明中槍 徐又明前是沒有放在自己口袋裡面 可是你就違法 交給黨團的 我講這麼多 我只是跟你講一件事情 立法委員 你到底能不能信任 我如果不能信任你 你所有行使權利的方式我都會害怕 然後你認為 徐小鑫不會嗎 誰敢 徐小鑫 他那個家裡的洗錢案 跟那個都還沒處理好 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替另外一個人 擔保他的清白 清白是必須靠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公信 小鑫 他大姑又被炎壓兩個月 單純的洗錢罪 哪怕他是幫炸雞集團洗錢 照道理 法官都不會同意炎壓兩個月 你這就是什麼意思 意思說立法院修會以後 立法院就沒有保護傘 你意思是這樣 反正炎壓兩個月 照道理七月 我們也應該知道答案 七月會有兩個答案 高鴻安是怎麼樣 會不會停止 好像七月二十五 對 再過來就是小鑫 他大姑為什麼炎壓兩個月 這個時候他沒有 炎壓兩個月以後 立法院就修會 就沒有保護傘 然後他沒有逃亡的問題 這個時候我提過了 補償 高手 這樣怎麼辦 這看起來這個罷免 看起來好像是唯一的辦法 不然怎麼辦 因為你又不決勝國會 也不全面改選 他也不提倒閣 不提倒閣就沒辦法解散國會 對 那我們知道 所有的罷免 通常都不能 不要不能由這個政黨來出面 因為變成藍綠 互相對立 通常都是由民間團體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也沒有發動要罷免 是民間團體要發動 所以這個東西 也不是民進黨可以阻攔的 那我是要看到到時候 到時候國民黨是由哪些民間團體 是不是什麼這個八百壯士 或者什麼藍天行動聯盟 這些深藍的團體來做罷免 那這些效果到底會如何 我起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比較親 跟民進黨相對 像包含這次我們舉辦了這個 三場的抗爭抗爭活動 都是民間團體 那我再問一下 為什麼大家有提到說 這個複決權 那如果複決權的話 那可以用公平投票來處理 把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把它宣告無效 這個公平公平投票 有沒有可能 這個當然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的工程會很浩大 因為我們公民 我們要公投要辦 全國都要辦連署 還要設投票站 三十萬的連署 我覺得全 在這一次的氛圍裡面 氣氛裡面不講氛圍 講氣氛 在這次 氣氛是我們臺灣用語 對 在這個氣氛之下 二十九萬多三十萬 我想不是問題 對 因為上次我們 那上次那個四大公投也是通過 對 不含這個說這個 美豬的問題 或者是離岸的這個 天然氣的這個 那再來一次全國性的公投 等於就是 對 我覺得上一次那個經驗人 可以拿來做這一次 做參考開業 有沒有可能 通偉 試試看 來 通偉 我覺得可以 因為臺灣人民素質很高 來 臺灣通偉 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啊 針對哪一個 針對這些擴權法案 把他宣告無效啊 人民的 公民投票的話 我覺得可以啊 反正公投本來就是 人民的權利嘛 來... 臺灣 我覺得可以 我支持 你也覺得可以啊 臺灣 不可能 六個都說可以 我也認為可以 那就是公事囉 可是國民黨可能 趕快修爸爸提高門檻 那你更難 提高門檻